那現在國安人士傳出說 他們說這個當時會發布警報 是國防部單獨的決策 那蔡總統早就知情 只是他不知道會發簡訊 但如果真的蔡總統完全是意料之外的話 為什麼當時發生 當下他感覺好像 絲毫不意外也沒有生氣 還是要有介紹說總統在這裡 所以他根本就早就知情 根本就是政府在介紹 是 他說我在這裡嘛 大家放心嘛 不管蔡英文在車 在路上 在車上 在這裡 大家都很難放心 如果有這樣的國防部 能夠這樣的誤判 能夠把火箭當成飛彈 然後外交部長又說飛越越南上空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敢把我們的子弟 交到我們的政府手上去上戰場嗎 敢把我們的子弟交去扶兵役嗎 敢把我們2350萬人的前途 都寄望寄託在民進黨政府的手上 就是歐洲都覺得 這就是一個科學的表現嘛 我們就把它當成好像要來打台灣 而且佩洛西來的時候 老共發了四次飛彈 是經過台灣上空啊 國防部都沒發警報 這次發個火箭再衛星 他就發了警報了 我是覺得跟選舉都有關係 不可能沒關係啦 那他們現在想把他這個 這個都推到國防部 甚至推到這個空軍作戰指揮部 蔡英文不要忘了 蔡英文是三軍統帥耶 你怎麼逃得了責任嘛 對不對 你們事先都不知道 我才不相信的 只是事後呢想要規避責任 想要逃避責任 想要擺脫責任 然後就都推給國防部嘛 國防部多倒楣啊 真的變成戴罪羔羊了 郭總經常發了一個公開信嘛 不過徐耀昌兩個禮拜以前 我還在他家 我到苗栗跟郝龍斌前市長 我們去親自拜訪他 那徐耀昌前縣長 大家是老朋友啦 他很熱心把他的地方幹部 幾十個人都召集來 那也幫我們大力的輔選 所以我想他跟國民黨的恩怨 我想歸於他跟國民黨的恩怨 但是他跟我們之間的交情 跟我們之間的這個夥伴關係 繼續存在 而且還非常的這個堅強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董事長還是想要追問 就是關於這個危險的事喔 因為就像董事長剛剛提到的 其實國外像是這個哈佛天文學家 就是說這個衛星的高度 其實相當於這個太空戰 其實真的是台灣反應過多 而且每天其實都有衛星來飛越台灣 那甚至紐約時報很多外媒 都控制說台灣這次好像真的反應過度 感覺台灣國內亂了套 所以才是像董事長講的 國防部是不是變成一個所謂 一百公里以外就是太空了 五百公里是非常高的 對台灣其實沒有任何的威脅 沒有任何的這個威脅都沒有 那他就把它當成一個還發警報 還連續震動兩次 我原來在郵街啦 我突然就震動 外人員給我看說不得了了 發衛星 因為當你英文又寫飛彈 又寫這個飛彈 那很多人英文中文一起看的 像陳建仁我不知道他 他立法院他為什麼就說是飛彈 那到底是這個情治單位 有維安人員或是國防部人員告訴他嗎 還是他怎樣 還是想當然而 你如果是衛星你幹嘛要發警報 所以大家想當然一定是對台灣有危險 而且還叫人自己要想辦法去做安全的處置 那怎麼處置法 到底怎麼處置 那也不講 平常也沒有這個訓練 然後平常跟我們講都不危險不危險 然後到了選舉之前呢 就是說很危險很危險 你要顧慮你自己的安全 要去做適當的處置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你至少有一個SOP 什麼時候該發什麼樣的警報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樣的處置 這一定按照照表操課 顯然是平常也沒什麼準備 然後遲到零頭呢 就雜亂無章 束手無策 或是亂發警報 那重要的我是覺得還是因為選舉 因為他們一定想 這個都已經知道說 選舉就這樣子 然後發一些恐嚇大家的警訊 或是警報 然後這樣對民進黨選舉有利 他整個都朝這方面的思維去做 所以不管是空軍也好 國防部也好 他是這樣想嘛 拍你蔡英文的馬屁 拍你民進黨的馬屁 都不會錯嘛 沒想到呢 這出了一個大笑話 而且是國際級的大笑話 是總算代替台提問 我是從巴黎的電視 可以請問你英文嗎 是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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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董事長不好意思想帶來提台提問 因為這個拜登打算在大選之後 派這個高官主持人代表團來台灣 您怎麼看 我覺得歡迎嘛 美國願意派代表團來 那當然是歡迎了 也表示他們對這次選舉的重視 特別就是說 今天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個Euro Asia Group 就是一個風險評估公司 說美國有 美國有三個危險朋友 三個危險的朋友 一個是以色列的 納坦雅胡 一個是 烏克蘭的 我真的不認為說美國的真的聰明的人 希望看到太海戰爭 你太海戰爭 美國是進來還是不進來呢 那不進來會被罵 進來把美國牽扯進來 美國也不見得願意嘛 那個資料 來 我剛剛講就這個 看到沒 這個叫做 Euro Asia Group 特別在最後 他評估全世界的風險 最後這邊有講 American dangerous friends 第一個就是 澤倫斯基 第二個就是 泥潭雅胡 第三個就是賴清德 所以賴清德被 國際風險評估公司 評估成這麼樣危險的人物 所以我才講是 他是 台海和平的 最大威脅者 以及恐怖分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要特別講 差點忘了 被大家問 我跟柯文哲要喊話了 選舉只剩下不到48小時 對不對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明確的表態 我要求柯文哲明確表態 選舉過後 民眾黨 絕對不會跟民進黨 組成聯合內閣 聯合政策 而且民眾黨 也絕對不會跟民進黨 一起商量 共推立法院的院長 副院長 柯文哲能不能 鄭重的在選舉之前 做公開的宣示 還是要偷偷摸摸 躲躲閃閃 不表態 必須要把這個態度講清楚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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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大家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科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 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科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科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V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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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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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